哈喽哈喽 欢迎来到我的Vlogmas第21天 我就是最近更新的有点点慢 因为事情有点多 所以我又懒惰 就慢了一天这样子 希望今天可以赶起来 那我今天呢 其实也没做别的 我今天就是工作事情忙完之后 我就出去做了一下我的睫毛 然后我就是在 他这个女生应该算是一个home studio 我后来觉得说我自己胆子还蛮大的 敢去人家那个家里面去做睫毛 anyways 然后就是我觉得他做的还不错 就是全程都没有任何的 那个胶水都不刺激 我就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 就是能量满满 因为就是大家都是有一份主业 然后又再有一份副业 就是休息的时间也不放过 就觉得是说还是蛮正能量的 大家都很努力哦 一年都这样过了 明年我们大家也要继续努力 那今天呢就没有别的 那因为我最近剪片的时候 我有一点就是想 如果我出去的话 就没有剪家里面的镜头 我有一点点小纠结 就想说既然出去了的话 就给大家看一下外面的样子 就不要再回到家里面来说些七七八八的 所以今天呢 我基本上就是因为我要开那个 嗯就是每天的那个礼物嘛 所以其实前两天的我都没开 所以今天就一次性看过 其实我前两天已经把它打开了 只不过就是我拍了之后 我没有剪进去 那今天是21号 今天是21号的话 哇这个盒子是21号 然后呢那18、19、20号 我其实就没有剪在我的Vlogmas里面 那我们就看一下18、19、20 我拿到了什么样的小样吧 这个是应该是18号的 是Kristian Louboutin的这个香水 就是其实我朋友就是年初的时候 有给我一整套 就是超级无敌可爱 它就是这样 这个是一个球 然后上面是一个那个高跟鞋 因为这个就是红底鞋 那个大家说什么萝卜丁的那个 然后它上面就是它的这个 最经典的这个高跟鞋的这个造型 站在这颗球上 就是踩着高跟鞋 站在世界的最顶端 然后它的 它这个小的是这种筛子 所以它这个不是喷的 要开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就是我收到的那一套 也都是这种筛子的 我是觉得这个Luberton的这个 这一次就是之前出的这个香水 其实都还蛮不错的 这一支站在球上面的高跟鞋 它叫Luby Rouge 那这支的味道的话 我觉得还行 就是是我最这个开了这几个香水当中 我觉得最最OK的一个味道 就是它没有那么那么的成熟 然后甜味也不是很重 但是多多少少有那种比较暖的感觉的那种味道 那19号的话就是这个 19号是这个Eye Patch 然后它这个名字是 Patchology这个牌子 然后它是叫做Bubbly Eye Gels 所以感觉上是不是会像那个氨基酸的 还是什么的那种面膜 就是涂上去之后 你会感觉就是有起泡泡发泡泡的那种感觉 但是因为我眼睛周围 就是这一次湿疹大事件 就是从我的眼睛开始 所以我应该就是不会那么快去用Eye Patch 我其实是一个会敷眼眸的人 但是我应该会等长一段时间 等我的脸上都完全OK了之后 再去尝试这种新的这种patch 那昨天20号呢 就是这个开出来 这个Lamere的这个 它算是一个 它说是Trimment Lotion 那基本上是一个Toner啦 然后这个算是一个豪华中央 因为这个是30毫升的一个Trimment Lotion OK那就是最后21号 就是今天的今天的这个 我要把它打开 今天这个是两个东西 我刚说我刚说完 我自己不会买蜡烛 它就是蜡烛的这个一套 OK 就是我通常这些蜡烛都是朋友送我的 我家其实是很多蜡烛 我曾经是很爱买蜡烛的 但是后来慢慢的 我就只买那种液体 就是自己挥发香气的 它这个小组还挺可爱的 那这一支小小的香水呢 是Pomegranate 就是十六的味道 这一支有一点 说不上来有一种药味 我觉得有一点贵贵的味道 后面有一点清新的感觉了 后面有一点 就是它中间有一个味道 是有一点中性有点男性化的那种 就是像木头还是什么的味道 但是后面我又闻到了那种很清新的水果味 可能就是那后面有一种 那个Pomegranate 十六的味道吧 我觉得有 早天我可以就是再好好的试一下 就是一整天的时候 那这一支小的蜡烛是Lectarin Blossom和Honey 那就是黄桃 桃子桃花和蜂蜜 我就是不点它 直接这样闻的情况下 它有一个甜甜的味道 好像很甜的桃子的那种桃子香 这种就这种甜味我是可以接受 但是它如果作为香水 要涂到我自己身上 我可能就没有太能够接受 但是水果的那种香甜气 我是OK的 感觉上还蛮好的 OK那今天就差不多这样啦 我把就是我这个百货公司 这个圣诞倒数日历 所有东西拆出来 我都放在这里面 然后那个牙膏我已经在用了 然后我还有一个蜡烛 也点了一个蜡烛 还有一个泡澡球 没在这 其他东西都在这里 我就想说 那如果有些东西我可以用的话就用 这里面的话我觉得 Cucci的口红 是我觉得意外的收获 因为通常这种日历啊 我是最害怕 就是遇到这种有颜色的彩妆产品 我就是会有一点担心 因为这个颜色分分钟就是不好看 目前为止来看的话都还行 然后这里面呢就是有像这种品牌 我没有用过的 我觉得还行 我并没有说特别支持大家买圣诞倒数日历 这种东西去给自己 那我今年买呢 是因为我本身就是想要尝下新鲜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 可以让我发掘的 所以如果你纯粹就是想要看到它那个广告 说价值多少钱 实际上你只花多少钱 我觉得就不用太在意那个价值的问题 因为圣诞倒数日历通常 特别是就是贵的那些品牌的 它都会说价值多少多少钱 其实你只要付多少多少钱 但其实它就是一个正装配很多小样 所以如果你仅仅是因为它的价值的话 我个人觉得就不要 那如果你价值只是一部分 你看中的还是那个每天开一下那种感觉呢 我觉得是OK可以花这个钱 那最后呢 我就觉得是说真正 我觉得这笔钱花的值得 可能是你把这个东西送朋友 就是送人的话 这个礼物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感觉的一个礼物 因为你就是送它七七八八一大堆 对吧 就是倒数日历通常都是最短的 应该也有12天 所以你一送就是12个东西 哪怕只是一个样品或者怎么样 就是它因为做的还是精致的一些好的品牌 所以人家都会很开心 所以说我觉得圣诞倒数日历真的是一个礼物最棒 那我的这个百货公司的圣诞倒数日历 我是OK了 我觉得还不错 因为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就是它里面有一些我没有见过的品牌 让我有一点新鲜感 然后并且这里面的有一些东西 我觉得竟然还是我可以真的用到的 然后呢 就是还有每天可以开一开东西的那种那种感觉 我也找到了 所以OK啦 我觉得还不错 OK 那今天就这样啦 离圣诞节也没两天啦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